我是小年糕 我从一会爸打着琵琶球 我会昨天用弓 会这手两点 这手三点 会那个某野推球 还有侧身两点 侧身弓球 戳球 拉球 5月13日 在四川成都一小区内 小年糕正在奶奶的指导下 练习各种击球技巧 小年糕的大名叫江云博 虽然高满四岁 但标准的站姿 连续的接球 大力的挥拍 让他看上去奶胸味十足 小年糕一岁半的时候 就开始跟着 曾是四川乒乓球省队 队员的奶奶 学习打球 刷那个乒乓球 还刷得去爱不死手 我想他有那个选择 干嘛我就来培养他 叫他我来培养 我就最开始练 我们就在插机上练 因为他太小狠了 他就站到插机上练 我就坐得去慢慢打推 好 随着他练的增长 我就赶买了个儿童 标准儿童乒乓球 担心影响楼下邻居休息 小年糕的奶奶会在工作日 邻居出去上班后教他练球 周末则带他去 乒乓球兴趣班练习 每天保证他 至少一个小时的练习时间 由于年龄小 个子矮 小年糕打球时 会站在稍高的一侧 跟奶奶练习对打 由今 小年糕已经掌握了 十余种乒乓球基本功内容 甚至平时还会通过 蒙眼揭发球 练习球感 凡是拿球的心 都没让他学 因为凡是拿球 害怕把手腕 因为拿球要用弯的 要用得特别多 因为它太冷了 手太冷了 骨头太冷了 所以不敢让他学这个 所以现在就是 重点的重点 就是正式攻球 凡是拨球不发 作为种之种 再练它 把这个打得更扎实一点点 内容倒是可以打十多个内容 像戳球啊 发球啊 招推有功啊 这些都会打 放下球盘后 小年糕立马就恢复孩子的天性 会吵着让奶奶带他出门玩 练习打乒乓球两年多以来 小年糕也参加了一些比赛 在同龄人中很少遇到对手 我喜欢比拨球 因为有变化 有很多招数 我喜欢沉默 发射动 学习 这把技巧 周期好 他们的动作打得很好 我喜欢看他们打比赛 还有我还喜欢看 他们的动作 收得很好 所以他还来教我 那些动作啊 如今的小年糕 已经成了小网红 打球的视频 在网络上获赞140多万次 摊及孩子未来的发展 小年糕的妈妈表示 不会强行让他走上职业乒乓球选手的道路 一切都以孩子的兴趣为主 如果他未来对这个运动仍然是很感兴趣 再加上他自己又肯认真刻苦的训练的话呢 到时候如果他在就是上小学那个时候 能够达到四川省集训队这个收队员的水平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尽量把他送到四川省集训队 去受一些受更专业的教育和训练